接下來進入到345棒,也都有安打 結果是投出的四塊球保送 今天古靈瑞昂所投出來第一次的四塊球出現在了五局上 哇,還是受到了一些影響啊 哇,壞壞壞壞 這一個半局突然之間在古靈瑞昂手指有些狀況的情況之下 面對到二三四棒,全部都是投出的BB 這球打成了在左半邊的飛球這個位置距離夠遠嗎 三段上的跑者決定啟動,林舒逸衝得很快 這球傳歪 哇,所以每個壘包的跑者都往前推進 也就是他傳球一開始來講,他很想要拚本壘 那最後其實傳球的準度又不夠 有點偏差掉了 壘包上的跑者來講的話 其實都做好要再進入的準備 包括壘壞的跑者也往前推進 高飛騎身打到1分的達點 所以忠銀兄弟這場比賽 再度站上領先位置 4比3,來看一下李宗玲這個回傳球 他一高上來的話 其實對壘包上的跑者他就看得很清楚 他就很充裕的時間可以各進站壘包 三壘上回來的這一分 還是要算在古林瑞昂的頭上 滾地球攔截下來之後 哎呀,最後看了一下之後 只能夠選擇傳向壘壘 所以這個內野的滾地球還是有一分的達點 淳梓豪把第五分送回來 5比3 那今天對古林瑞昂來講的話 這則分就比較多了 這五分到目前為止都是算在古林瑞昂的身上 三壘手攔截下已經是 蠻不簡單的了 再來看一下,哇非常強勁 這個球到傳本壘了 就算傳得到感覺上準度也備受考驗 所以最後陳永基的選擇還是 穩穩先來抓第二個出局數 陳永基這個守備也是讓一個美技啊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 台神Sisters 忠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還有忠信兄弟官方Twitch頻道 經驗用了女孩全新的專屬節目喔 PS的100種VIV 趕快訂閱起來才不會錯過我們唷 一個月77人 還有三個月 還有六個月要會方案 用電腦訂閱更便宜唷 快訂閱起來吧 啪啪啪